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吩咐将娘子做一碗热腾腾的爆扇面来 等面上桌 男子魂不守舍地吃了几口面 喝了点汤 放下午时前转身走了 男子来去匆匆 周当家不解 探头一看 那男子的包裹还扔在凳子上呢 他连忙拎起包裹 觉得这包裹沉甸甸 软绵绵的 手感奇怪得很 低头仔细一看 包裹里不是别的 里面正睡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娃娃呢 周当家心想 这人也忒粗心 连忙抱起孩子 急厚厚地追了出去 一出门 那男子已经走到了巷子口 他连忙喊 谁知那男子听见喊声 跑得更快了 周当家心里起了嘀咕 跟在后面紧紧追赶 他年轻力壮 速度比那男子快了不少 眼看就要追上了 那男子猛然又拐进了另一个胡同 周当家没有放弃 仍穷追不舍 跟着进了胡同 才发现是个死胡同 他刚一进去 那男子就朝他跪下了 好心人 求求你收养了这个孩子吧 周当家一愣 气喘吁吁地回 哪有你这样的 扔下孩子就不管了 让我收养也行 咱们去官府办个过季文书 以后孩子也知道来路 我再与五十两银子你 孩子大了仍可与你们走动 岂不是很好 谁知那男子泪流满面 一声说不可 不可 原来这男子是严州府下辖的新叶村人士 有一个女儿 年方十八 和本村一个男子早就订了婚约 只等今年年底出嫁 却不想年初的时候 女儿上山剪柴 没多久肚子就渐渐隆起 问他是何人所为 女儿却只知道哭 说不出半句话来 男子怕冬窗事发影响了女儿名声 等女儿将外孙女偷偷生下后 他就偷偷抱了孩子出来 到镇上见周当家的面殿生意还算红火 夫妻俩看上去又和善 于是狠心扔下孩子就跑 却不想被周当家追上 周当家听到这里叹了口气 想想对男子说道 我与你素不相识 也不知道你的姓名 你女儿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这孩子就当我在店门口时得的 我会好好抚养 你走吧 男子听到这里 给周当家重重磕了两个头 爬起来跑了 周当家将孩子抱回家 取名爱言 他和江娘子成婚多年都没有孩子 得了爱言自然是如亲生女儿一般疼爱 转眼十六年过去 爱言成了大姑娘 出落的是陈于落雁 碧月修花 十里八乡都没这么好看的姑娘 求娶的人自然也不少 江娘子左挑右选 给爱言订了同街湘心园高点铺 李掌柜家的二公子李玉 李玉生得浓眉大眼高大威莽 不过二十岁就敢独自外出跑伤 几年下来攒下了一笔身家 算得上年轻有为 李玉娶了爱怜后十分爱她 恨不得天天与她黏在一处 也不出去经商了 在周家面店不远的地方 盘了个店面做丝绸生意 夫妻俩如蜜里调油 娘家又在不远处 日子过得是称心自在 当地的大姑娘小媳妇 没有不羡慕她的 谁知没多久 李玉就得了怪病 一天天虚弱下去 整个人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还总是出大汗 原本虎背熊腰的一个人 消瘦得如纸片一般 爱怜每天以泪洗面 一不解待照顾她 半年后 李玉仍旧没有好转 天下爱怜走了 爱怜年纪轻轻守了寡 人一天天消沉下去 不到两年的时间 原本戴在手上的镯子 能一下子摞到搁置窝 将娘子心疼女儿 对爱怜说道 我的女儿 女婿是个好的 娘自然希望你们 能温爱白头到老 可惜你们远浅 她走得早你还这么年轻 不该过这一眼 能忘到头的日子 女婿在裙下知道了 也会心疼的 日日去劝解 爱怜才稍稍好些了 也同意回娘家 再找个人改嫁 虽然是二嫁 但爱怜的姿色 誓言周福属一属二的 求娶的人倒也不少 周当家和家娘子 有心让爱怜开怀 就让她自己挑选 爱怜看来看去 竟然挑了冯秀菜 冯秀菜才华横溢 可惜从小体弱多病 参加了次院试 几乎送了命 考完是被抬着出来的 此后一年 倒有好几个月躺在床上 这样的身体状况 以后自然是不能再参加相试 更别提会试了 纵然有才 她无法再考试 也只能止步于秀菜了 姜娘子自然不同意 连忙劝女儿 这逢秀菜是个病样子 人人都说没几年活头 我儿可不能犯傻 挑了她 再扔下你一人在世上 可怎么好 爱怜被说到痛处 莫泪说到 当初李大哥 倒是身强体壮的 原以为能与她白头偕老 可结果呢 可见人的寿数是天定的 女儿欣赏冯秀菜 为人和文采 这才愿意嫁给她 原是爹娘左说右说 让我二嫁 我才同意的 既如此 不如抱着李大哥的牌位 过完下辈子 岂不省心 姜娘子见她说得坚决 只好点头同意了 爱怜嫁了冯秀菜 每日冯秀菜 在家中吟诗作对 爱怜在窗外一边听着 一边做针线活 夫妻二人倒也是相敬如宾 举暗其美 有时冯秀菜觉得身体好些 要与爱怜温爱 爱怜总是推辞 说道 相公要以身体为重 等你大好了 再温爱也不迟 冯秀菜是个酸腐的读书人 被她说得脸红 连连称事 就这么过了两三年 在爱怜的精心照顾下 冯秀菜的身体 渐渐有了好转 躺在床上养病的情形 不存在了 要是保养得当 连伤风感冒也不会有 冯家上下都高兴得很 冯秀菜甚至决定 来年秋天下场相试 转眼快到秋天 临近相试 离家那晚 夫妻二人恩爱勤劝 爱怜没有拒绝 不曾想到了早上 冯秀菜迟迟不起床 爱怜一碰 那冯秀菜早已浑身冰凉了 那冯家父母原本怀着一万个希望 谁知儿子却在离家前一晚丧命 于是往昔的赞扬都不算数了 大骂爱怜是个丧门心可服命 将爱怜赶出家门 爱怜的眼泪都流尽了 从此待在娘家 闭门不出 周当家和家娘子也心疼女儿不已 日日劝解 然而爱怜经历了这两场婚事 也觉得自己是不祥之人 从此脸上不见笑容 整日素服素摘 一个如花的女孩儿 过得和六七十的老玉一般 转眼过去六年 严州府搬来一户 姓柳的人家 主人家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公子 买了一个到京城赋认的大关的祖宅 并居下来 府里奴仆成群 连丫患婆子也穿金带银 到了晚上灯火辉煌 来往拜访的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严州府的媒婆子们 听说柳公子还是截然一身 日日登门 把柳府的门槛都快踏破了 什么主步的千金 富家的小姐 柳公子愣是没看上 好巧不巧 有一天爱怜去寺庙烧香 成的小叫 柳公子骑马从旁边路过 一阵风吹来 掀起了叫帘 柳公子惊为天人 派人打听后 被众里请媒人去周家 爱怜知道后 坚决不同意 周当家和江娘子只好婉拒了媒人 后来柳公子又亲自上门 江娘子见柳公子人物出众 想替女儿答应 然而想到爱怜的前两次遭遇 又无奈拒绝 这年花灯节 江娘子好说胆说 才拉了爱怜出来散心 母女俩走到桥上 谁知看灯的人摩肩接踵 有人互相推散 倒把一旁的爱怜挤进了河里 江娘子连忙大呼 这时 按上一个身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江爱怜救了上来 江娘子一看 正是那柳公子 柳公子又上门提亲 爱怜却仍旧不松口 比之前还坚决 她对江娘子说 柳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更不能害她了 江娘子只好把前因后果 据说给柳公子听 没想到柳公子哈哈大笑道 看来我与周姑娘真是天定的缘分 不瞒周夫人 我自小也是被批刚硬的命格 须得相同命格的女子来配 周姑娘这样的 对我是无碍的 在下非她不娶 她若不答应 我只能去出家做和尚了 她难道忍心看她的恩人落到那不田地吗 江娘子听了 江信江仪 江柳公子的话告诉了爱怜 爱怜只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弱智女流 听了这话 心有不忍 无奈同意了 新婚荡晚 柳公子与爱怜前犬一番 势必 柳公子哈哈大笑 爱怜问 夫君为何发笑 柳公子道 我孝世人皆已为你是克服命 其实你只不过不是常人罢了 爱怜亚议 夫君为何如此说 我哪里不是常人了 柳公子道 实不相瞒 我非寻常人类 而是蛇族 而你也算半个蛇族 据我所猜 你并非岳父岳母的亲生孩子吧 你是人类女子和蛇族所生 虽爱怜与人类无异 但某方面能力过强 夫妻恩爱时对他们压力过大 普通凡人自然承受不住 而我因为是蛇族 有二物可以交替 释放了这种压力 所以无碍 爱怜想到早亡的礼遇和逢秀才 这才知晓 确实是自己害了他们 不禁大哭起来 柳公子自然是安慰一番 从此夫妻二人恩爱过日子 直到二十年后 周当家和江娘子去世 柳公子就带着爱怜消失了 爱怜是个苦命的蛇女 但她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世 索性被好心的面馆夫妇收养 才活了下来 前两任丈夫也都很不错 却因她而死 只能说有些事情是天注定的 也不能怪爱怜 因为她并非是有意害人 虽然造成的结果一样 但有心无心 有意无意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些人无意间伤害了他人 从感情上来说 是可以谅解的 这与那些有意的恶行性质 是不同的 当然 不管有意无意 造成了伤害后 就应该进行弥补 以求对方谅解 故事也告诉我们 夫妻关系要想和谐 身体也很重要 如果爱怜的第一任丈夫 是个身体超强的男子 说不定也就没什么事 更能幸福一生了 我们需要记住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管何时 都要加强锻炼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点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